用快篩的價格偏高引發民怨 那麼現在更有學生在論壇上發文說 其實他在兩年前有參加過大學跟中研院所合作的快篩試劑研發團隊 他說當時其實已經製作出成本又低 準確率也蠻高的試劑 但是最後沒有在國內使用 也質疑辛苦的研究成果都被校方給收割了 但是對此持際大學也駁斥 表示當時學校研發的是抗體快篩 跟目前居家使用的抗原快篩試劑 並不一樣 確認音信沒問題才鬆了一口氣 快篩成了許多人上班上課前的SOP 但試劑偏貴也引發民怨 指揮中心給解釋 因為台灣市場規模小 進口價格難壓低 但這說法有學生發文怒批 貼出照片透明瓶身 拴緊藍色蓋子 兩支塑膠管上還寫著 原來這就是全世界炒番的病毒Nprotein 自稱花蓮慈激大學的學生表示 早在兩年前就曾參加 學校和中研院合作的 雙抗體快篩試劑研發團隊 做出第一批試劑 準確率高 成本還只要寄10塊錢 沒想到試劑不但沒用 在台灣人身上 學校還捐給其他國家做功德 實在不解 如今花蓮爆出疫情 還要自己花300多元來快篩 覺得被當成免費打砸勞工了 居家快篩為抗原快篩試劑 與發文者所寫的本校109年疫情初期開發的 抗體快篩試劑完全不同 校方解釋當時學校研發的是抗體快篩 和現在民眾需要的抗原快篩根本是不同東西 而且當時的研發目的本來就是為了公益 這個試劑的製作成本全數由 慈激慈善基金會的支持 本校並未出售盈利 網路發文者所寫的 試劑製造的成本也沒有經過精算 博赤收割一說 國內疫情升溫之際 家用快篩需求大增 價格和來源又在線議論 介紹陳靜言歡迎報導